我們今天有一個貴賓 就是Denzin教授 他出生在達賴喇嘛的故鄉隔壁 就在安多 然後在塔爾市 在哲邦市 然後到美國 拿到宗教學的博士 他也是我們達賴喇嘛的首席的翻譯 今天有很特殊的姻緣 他來到我們古研寺 我們常常講說 遠來的和尚會念經 而且他是真正的專家 宗教比較學的教授 所以我們今天很榮幸的 然後我們就請大家也熱烈掌聲 恭迎我們的Denzin教授 跟我們開示 謝謝 請 宗教授師母 法界方章 還有各位護法大德 法師們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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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沒有理解這個意思 不過今天這一撒那件呢 我覺得要解釋 我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那只能用因緣這兩個字 我找不到別的原因來解釋為什麼 我本人呢沒有什麼修學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長處 有一個長處呢就是我敬碎樓台 獻得月 像樣花摸早分充 我因為出生在藏地 正好 也有很早就出家的姻緣 但是 我是一個失敗的出家人 某種程度上來說呢 跟那些不學佛的人 不信佛的人 相比的話 我是一個成功的學佛的人 但是一個失敗的出家人 所以今天呢我想借這個姻緣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個失敗的出家人 但是成功的相比之下 我說那些根本不學佛的人 相比之下 我是一個成功的學佛人呢 給大家簡單的報告一下 我的一點點心得 我之所以還俗以後 仍然還在這裡呢 甚至從美國遠到這裡找 法界方章 向他求法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 我不想 我是怕死 另外呢 也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在我學佛的這個 整個經歷當中我發現呢 其實 死可以是一件非常愉快的 非常殊勝的 一個很了不起的一個機遇 但這個機遇到底是怎麼找 怎麼抓住這個機遇 這就是 促動我 促使我呢 一直求法 甚至一直追 求法追到法界法師 這裡來的原因 那第二個原因呢 是我覺得 學佛 不僅僅是要了生托死啊 或者說 還那個冤親債主的 我個人所欠的債 但是其實我發現呢 經過多年的 大德們的栽培啊 我發現 其實學佛是一件呢 很愉快 而且呢是 那種 美妙的那種快樂的 感受呢是 世界上任何一種飯菜 或者是任何一種宴會啊 任何一種旅行 所不能代替的 有那麼一個東西 有那麼一個東西 我本人呢 感受過這方面的 所以我就說 既然有那麼美妙的東西 那為什麼我要放棄它呢 所以我就放不下 我就不肯放棄這個東西 所以這是我促使我 一直學佛 追求佛法的第二個原因 那我想跟大家說的是呢 是這樣 我個人的障礙也好 分享的第三個吧 可以這麼說 那也許對大家可能有幫助 至少跟我可能是 就是業力啊 這個 就是這個階層 差不多的人可能是 能聽懂我說這句話的意思 我覺得 我學佛的一個障礙就是 把點點滴滴的 包括睡眠在內 睡覺在內的 閒聊在內的 或者說沒事呢 就上網看新聞啊 或者是跟朋友打電話 這些點點對對的這些 你可以說是一種放鬆 或者一種愉快吧 浪費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把點點的 一點點的這種快樂 或者是放鬆 或者感覺到愉快的東西呢 把它當成是主要的 結果呢 我丟失了更大的快樂 更大的一種佛法上面的法喜 就是很可惜 所以我發現這是一件 了不起的浪費 所以我常常的提醒自己 用撒加格言裡面一句話 就是藏語裡面說呢 他意思說呢 如果你貪著短暫的 有限的點點滴滴那些 身體上和身心上的樂受 就是快樂的感受的話呢 你將得不到那種 清淨的無上的佛法裡面的 解脫的那種大樂 所以我現在常常就提醒自己說 不能用一點點點點滴滴的 小樂 小的這種愉快的感受呢 來換取 來犧牲掉或者說舍掉 解脫 輪回 等待我的那種更大的快樂 所以希望大家呢 把我的這些壞處或者說 我給我造成困擾的事呢 不要變成你們跟我業力相仿 或者是比較接近的人呢 希望你們能夠作為一個 怎麼說呢 反面的教材 我就 另外我最後就借這個機會呢 非常非常感謝法界方章這一次 就用這個機會呢 給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給我呢 講了很多 我聽到過 但是呢沒有真實領會的 或者領會了 但是不是那麼圓融的 很多很多的 我想我不知道等多久 還會有這樣的機遇啊 大家也許可能是 跟法界老師在一起 就在相處的時間久了 可能慢慢就覺得習慣了 就這麼一個人 我知道 或者我認識 法師慈悲 就這麼要過去了 其實我覺得這不夠 我這次來是因為心道吧 所以我就 耳朵 眼睛 鼻子 甚至連鼻孔都張開 就注意 觀察法師一舉一動 完了以後呢 跟他請教 任何一個我認為是 不懂的問題 所以這樣 短短的五天 今天是第六天 我覺得我學了 可能大概半年時間 一般的懶惰的一個 學佛人都學不到的東西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把 這麼一位了不起的法師呢 一個寶 不要緊緊念佛號 來這邊走一走 一個禮拜轉一圈就回去 其實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太浪費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把法界法師 跟你們之間的這個緣分呢 當成是一件千載難焚的 千載難焚的機會 盡量地能夠利用 使你們獲得更大的受益 我就報告這麼多 感謝大家